嗨 各位哥哥大家好 我是STERBOY 欢迎回到海洋之星 我这一锅的鸭汤已经非常浓郁了 下面开放排队来有一个汤来吃 几乎给每个粉丝都来一只鸭了吧 我们在上一回进到了彩色的世界 我们就在里面拿到了它要的粗混合石 既然粗混合石都拿到了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下一个章节了 下一个章节是彩色洞穴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高级工作台 我们的工作台原本是只有三乘三 不过在这个模组包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进阶的合成方式 就是要用到5x5甚至6x6等等之类的工作台 才可以合出比较特别的东西 那我们就来试着把这个钉给做出来吧 把我们拿到的矿程拿去烧 可以 它可以烧 就拿去烧就好了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要拿来做成混合石方块 它就是搭配石头跟这个东西去做就可以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要把它做成黑色的 黑色的话呢 很简单 维圈再加上一个黑色染料 可以做出一个黑铁钉 这个黑色染料有几种方式可以取的 一种是凋零玫瑰 我们刚好有 然后还有其他种类似打墨鱼或鱿鱼的东西 那类我就算了 我们直接用种的不是比较快吗 我们还可以生产很多的漏斗 这漏斗多么方便对不对 哦 它用灵魂杀耶 所以不行 我想说用有机覆盖会比较快一点 拿这个来种吧 其实隔壁就有一格了 那就 这样子就会成长了吧 有 凋零玫瑰 已经在里面种了 可以用砧板切耶 切切会变两个 哦 用刀子切会变两个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拿到的那个钉为一圈 然后就可以做出黑铁钉 这就是我们的新的开张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矿物 就是黑铁钉 没有记错的话 它应该是没办法做成中子 对 这点非常可惜 把黑铁钉拿去压 它就会变成铁板了 我们可以先尝试先做出一个基础工作台 这是第一阶段 然后呢 它还有高级以及精英 我觉得精英我看过材料之后 应该是比较繁琐一点 我们还需要做出流明钉 它需要用到银粉 银钉锡 跟荧光粉 诶 那还好啊 我们其实都有 可以把它做出来 应该是可以直接升级到最高级 升级最高级 没啥难度 目前对我们这些资源都用种出来的人来说 非常的简单 铁齿轮 铁黑板 硬化 这个是最麻烦的啦 它需要的材料就是比较繁琐 有的没的形状啊 这些就比较繁琐一点 有了 基础合成组件 黑铁框架 需要很多的铁板跟机器框架 这个黑板好像要蛮多的 我们的那个凋零玫瑰种的速度 可能需要等一下 因为它这个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我们的这个混合石钉呢 也不是说无限的 会不会要全部拿去烧啊 其实这些粗铁钉应该都直接拿去烧吧 机器框架 有了 基础工作台 这东西很特别 啊不就 什么意思 啊不就跟一般的合成台一样 我花了那么多材料做 然后挤出一个看起来很没用的东西 流明计划的话 是因为这个东西吧 它主要能够生产的地方 这样只有高级合成里面是不是 好啦我们来做做看好了 流明精华需要的材料是 红石火药跟荧光粉 火药的话感觉要去收集苦力怕耶 我们的那个地底下是有蛮多怪的啦 我们可以收集苦力怕的种子 把它变成灵魂 嗯哼 有点尴尬的意思 有苦力怕要十支 我们可以收集瓶子 然后总共要四个瓶子 把它收集满之后呢 再搭配中期精华你就可以做出 苦力怕种子 苦力怕种子呢 就会产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就是拿来做火药的精华 有了它你就可以做出无限的火药 我就在这里稍微浓一下 可以做非常多个 那应该可以啰 你跟荧光粉 它不能放耶 我手动塞哦 对啊 它为什么不会自己排进去啊 这样子我们就有12个流明精华 那流明精华呢 它是要拿来做更高级的合成组件 高级的这个强化呢 就是信速定 琥珀金 跟我们的下界 直接压缩 应该说直接合成就会变成强化版 这样子的话 流明精华跟黑铁板只要一个 然后它可以做出一个高级的这个合成定 然后应该就是升级我们的高级工作台吧 把这个拆掉 再把它跟这四个一起合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高级工作台 更高级的这有没有办法直接做 精英的话需要用到金速定 这东西是我没见过的 不过材料是 钻石精华有 青金石 没有 但我应该是有材料 然后签定也有 这些都很多 可以做出个金速定 好像可以哦 这反而满简单的 这个应该是最困难的啦 这个是 这个我看不懂是什么 流明齿轮 我们有流明定了 墨影定没去过 所以不行 双子物质 龙钢 硬化玻璃 是用 硬化玻璃只需要 石英粉 黑曜石 跟红烧 我们石英可以拿去种 我们可以挖 下界石英精华上来种 然后还有什么 比较困难的吗 等一下哦 墨影定没见过 墨影定是什么 钻石 铅粉 跟墨影珍珠 本身还是需要用到 中介珍珠 对吧 中介珍珠 用什么做啊 要么就打怪嘛 要么就 等等地狱 可是地狱的地形被改了 这样还会遇得到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哦 应该是 可以 只要找到那个 卷曲森林 应该就可以找到 安德南 我们好像也不用特别 把青金石拿去做成 青金石钉 因为我们的青金石 现在要2743个 感觉用不完耶 有 墨影人的灵魂 只要8只 就可以装满一罐 有啦 扭曲森林里面有啦 在地狱啊 好像不会出现石英 石英可能要用塞的 又有一只 哈喽 下界石英 啪 啪 啪叮 perfect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石英 也就开始量产了 种在 这里好了 OK 就种在里面 好了 等着收获 强化整合组件 完成 再拿去烤一烤 它就会变成高级合成组件了 高级合成组件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桌桌 它就会长大 变成等级2的高级工作台 还没有尝试做过这么高级的合成方式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可以升啦 我在想我材料够不够 因为我们原本的那黑铁板的黑铁钉的这个混合石钉 好像已经快要用完了 我们再下去多挖一点好了 感觉已经快用完了 那我们就先下去好了 它好像都是固定的量 对不对 一座遗迹大概会给个 两组多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升级的那个工作台 比较高级一点 所以可能我们要再多找个几座 至少收集到快满好了 它范围很大嘛 但是其实不难找 就是你只要把那个视野区调到最远 应该都还蛮容易发现那个金字塔的位置 可以回家了 把这三个材料丢进去 我们可以来生产我们的墨影钉 石鹰 沙子跟黑钥匙 可以做我们的强化玻璃 主要是我们要来做这个 比较高级的整合组件 需要两个玻璃 其他的墨影钉也在做了 流明齿轮也做了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强化 那我们应该可以直接把它升级成最高最高的合成台 金素钉的话是不是可以拿来做 其实我们也要提早做 因为我们需要做四个这个嘛 就先准备一下金素钉的材料 可不可以一次均分给我 有了四个金素钉 金素钉有了 我们就可以拿来升这个金银合成组件 只要四个就好 金银合成组件 这个就没有成就了 他已经不屑给我们成就了 有了 金银工作台 这样就有一个这么大的格子 足足有7乘7耶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东西合成 好酷哦 这个系列呢 到这边目前为止 应该就已经算结束了 就是变成说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从下一章节从这里开始 这边就是要开始做 所谓的神殿万能钥匙 在这四个神殿里面呢 分别有风土水跟火这四个地方 然后好像是要去这个地方收集某些东西来做成眼睛吧 然后这眼睛的话呢 好像还要再把它做成其他的眼睛 用这个金银合成台去做成其他眼睛 我们就可以去墨地 也就是中介 中介的话就会再收集简单的东西 最后就变成科技电影做一做 然后起点做一做 然后就再见 所以为什么我要在这一集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因为他的那个流程很繁琐 提早先把它做出来之后 你后面的材料就不用再理他了 赶快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今天呢 大家应该也是看得非常的 应该是说这个系列 基本上看得懂的人才看得懂啦 已经变成一个for工业的包这样子的玩法 不过还是希望就是在这个过程 大家都还可以玩得比较就是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这样子 其他的像今天做的这些步骤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直接从这边的教学直接去点就好 那材料的话 除非有特殊必要的材料 不然基本上他后期所需要的材料 都是一些基本工业 你前面这边做好之后 那个量就有很多 如果说你那个材料不够的话呢 你就是拿来这边种 拿来种一种 啊他又长得很快 那基本上你整个效率做起来的话呢 就会变得更快 也不会因为说那个缺啦 啊这个也缺啦 就变成说有点忙得焦头乱了 好啦 那么就这样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继续相见啰 拜拜 我说是什么 有点漂亮的 我们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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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下来吧 我们下来吧